我是很想知道大家在看完这个视频之后 除了评论卧槽牛逼之外 还会对他说些什么 亚历克斯霍洛德 一个每天有成千上万人问他死了没有的男人 一个大多数保险公司都不敢卖保险给他的男人 一个把死神按在地上摩擦的男人 哈喽大家好我是人民 下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亚历克斯霍洛德是谁 他是怎么把死神按在地上摩擦的 先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哈 你觉得世界上最危险的运动是什么 是跑酷吗 是翘翘板凳游吗 是综合格斗吗 还是一桩飞行 或者是地空跳伞 再或者是135米潜水跳腿 直升机滑雪 无降落伞跳伞 这个问题最保险的答案是红牛赞助的所有运动 很显然每个人可能都有不同的看法 不过我上面说的这些极限运动里面故意漏掉了一种运动 那就是亚历克斯霍洛德从事的运动 攀岩 更确切的说是土鼠独攀 攀岩和土鼠独攀的区别大概相当于 穿了黄马甲的肠胃和没穿黄马甲的肠胃 你先别笑看完你下巴会掉 让我们先来看一下 埃里克斯的生平摩擦死神的先决条件 埃里克斯1985年出生在美国加州 今年35岁 5岁时父母就开始带他去攀岩馆攀登玩耍 顺便提一下他母亲66岁时还攀登上过酋长岩 是年龄最大的女性记录保持者 酋长岩是全世界攀岩爱好者的梦和噩梦 等一下会详细讲到 从10岁开始 埃里克斯就深深的喜欢上攀岩了 2003年18岁的他考入了世界排名第4的大学 加州伯克利分校 不过不久之后他就错学了 原因很简单 学校没眼可盘 看到这里你是不是觉得 他这个成长经历也没有什么特别离谱的地方啊 说实话确实没有很离谱 除了下面这两点 第一点 潘岩是他最热爱的事 有多爱呢 超过爱生命 第二点 医生对他做性人和刺激测试发现 对大多数人有效的刺激对他无效 他需要更高程度的刺激 说人话就是 他是坐过山车都可能会睡着的那种人 只有徒手独攀这种高危操作才能给他带来满足感和愉悦 这两点就是他能够征服死神的先决条件 所以有人说他天生就是攀岩的料 他曾被问到你怕死吗 Alex说他也怕死 但是不怕独攀 事实上对于99%的人而言 独攀其实就意味着死 2007年22岁的Alex买了一辆房车 从此他和这辆车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 到处去旅行攀岩10年时间跑了32万公里 2017年在足足准备了8年之后 他在酋长岩完成了世界首次徒手独攀 走的是free rider路线 难度等级5.12d全长883米等级6级 用时3小时56分钟 被称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运动壮举之一 这次攀登也同时被派成了著名纪录片 脱手攀岩free solo 获得2018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 没错他是个得过奥斯卡奖的攀岩家 这部纪录片很好看非常推荐 这里涉及到几个名词 酋长岩free ride路线 难度等级5.12d路线长度等级6级 如果不理解这几个名词 就无法理解为什么这次攀登 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运动壮举之一 也无法理解为什么说 埃里克斯是把死神按在地上摩擦的男人 好了下面让我们进入正片 什么是攀岩 攀岩的种类有很多和死神的距离也不一样 常见的攀岩有器械攀岩 器械攀岩是有保护绳索的 并且在一些极端情况下可以使用各种器械绳梯之类的辅助工具 但是攀登过程中需要自己设置保护点固定点等 死神只是在很远处静静看着你 然后就是徒手攀岩free climbing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徒手攀岩是相对于器械攀岩而言的 就是纯粹靠自身力量攀登 不借助绳索器械辅助的力量 但是它也是有绳索保护的 死神的话是在山脚下等着你 一旦绳子之类出现问题就会被它逮到 而Alex2017年创造的壮举也就是我们最惊惊乐道的攀岩种类 叫做free solo climbing 国内很多地方也翻译做徒手攀岩 其实很容易和前面的free climbing这个徒手攀岩混淆 实际上这个正确的讲应该是 无保护徒手攀岩或者无保护攀岩 为了区别于有保护的徒手攀岩 本视频都采用徒手独攀这个翻译 一个人两手两脚一包防滑粉而已 死神就趴在你的背上和你一起趴 时不时的在你耳朵旁边叨叨几句 只要你犯一个哪怕极其微小的失误 它就毫不客气的把你收走了 还有类似的暴石也没有绳索保护 但是有安全高度大概6米以下 下面放有暴石垫保护 深水独攀 没有任何保护 但是下面是深水区 所以大家可以看出只有free solo徒手独攀 这种是没有任何保护措施 死神最常光顾的地方 2004年美国登山家 Dowage Bishop独攀岩时死亡 享年49岁 2011年日本登山家Akihira Tawara 独攀岩时死亡享年27岁 2012年美国记者冒险家Michael G. Barra 独攀岩时死亡享年45岁 2015年美国登山家Angers Malone 独攀岩时死亡享年22岁 2019年美国登山家Austin Howell 独攀岩时死亡享年31岁 这个名单还有很长就被一一列出了 所以大家明白为什么Alex他妈 此生最后悔的事就是 把Alex带进叛岩领域了吧 因为Alex偏偏最喜欢徒手独攀 每天任何时候都有可能传来儿子死亡的噩耗 让我说回潘岩圣地酋长岩 酋长岩居于美国约赛美帝国家公园 用苹果电脑都知道macOSUE这两个地方命名的版本 酋长岩是世界最大的单体化钢岩 整块石头高900米左右海拔2300米 目前被潘岩者开发出来的路线已经超过了70条 在这里死亡的潘岩者也已经超过了30位 比较著名的路线有The Lowe's,West Face,The Dawn Wall等 包括Alex徒手征服的那条Free Rider 其中The Dawn Wall不仅是球长岩难度等级最高的路线 也是全世界最困难路线之一 曾经一度被认为是人类不可攀登的 它的难度等级达到了5.14D 这是个什么概念呢 最简单介绍一下叛岩难度等级 不同国家有不同的等级系统 不同叛岩种类也会有不同的等级系统 以徒手攀岩为例 美国广泛使用的就是USMID等级系统YDS 从5.0到5.15 随着人们攀登难度的提升 5.10后面又引入了字母ABCD 难度依次递增 所以最高难度是5.15D 这也是目前人类的极限 同时根据攀岩路线的长度 依次划分罗马数字1到6级 其中5级和6级是对大多数人来说 需要多天才能攀爬上去的路线 另外常见的还有比如法国的难度等级1到9 后面跟ABCD和加号 以美国等级为例 一般5到5.7就是普通的爬山 大家都能爬上去 5.8到5.10就需要一点攀岩技巧 和一定的基础训练呢 5.11B通常是业余和专业攀岩家的分水岭 5.12以上那就基本是业类高手了 球长员最高难度的路线 在Donewall 5.14D 大多数攀岩家都需要 都根本无法完成哈 世界顶级攀岩大神 汤姆考代威尔用了19天才完成这条路线 后来另一位大神Adam Andrew打破了他的记录 把时间缩短到了8天 这都是世界前五的攀岩家哈 不过这些都是正常的有神所保护的攀岩 在同样的难度等级下 徒手攀岩 器械攀岩 徒手独攀等 不同的攀岩方式含金量是完全不同的 很显然徒手独攀是荣誉终结者 比如约赛米地另一块著名的大石头 The Half Dome 高度415米 难度等级5.12左右 本来大家都玩得好好的 创造了挺多记录 Alex跑去了那个不要命的徒手独攀 从此大家都别想在这创造什么新记录了 现在让我们回头来看Alex在2017年完成的 酋长岩徒手独攀 难度等级5.12D最难的一段达到5.13A 在有神所保护下能够徒手完成就已经是高手了 长度等级6级一般的专业派演者需要几天时间才能完成 而Alex只用了4个小时 所以说这是史上最伟大的运动壮局 一点也不夸张 因为目前为止没有第二个地球人可以做到 他真的是踩着死神的肩膀爬上去的 甚至我一度怀疑Alex和死神的关系很暧昧 不信我举个例子大家来分析一下看看 从很早开始Alex就深深爱上了Free Solo 加上他性格古痞长期独居在房车里 但却感到很幸福 这种幸福来自哪里呢 就来自每一次攀岩是死神的温暖陪伴 试想一下如果没有死神的紧紧跟随 他还会有这么强烈的满足感和幸福感吗 而死神这个家伙呢很显然是被他所震撼吸引住了 这和你们男生最妹子有异曲同工之妙 你越是默示死神 死神越是为你着迷 所以一点都舍不得收割他 以至于他连续七年里几乎没有受过伤 有人轻描淡写的说 这只是死神的眷顾罢了 但睿智的我已经看穿了 这就是爱情 2015年一位叫Sanny的女孩闯进了他和死神之间 成了Alex的女朋友 找女朋友也就算了Alex还带着女友一起攀岩 你让死神怎么想 心里肯定是很吃醋的 一路之下让Alex摔下了山 差点告别攀岩告别人间 但死神毕竟是爱他的 奇迹般的只是轻伤 过去七年都没受过伤的Alex 在有了女朋友之后 短短两个月之内竟然受伤两次 这让他一度想要和女友分手 因为毕竟死神才是他的真爱 但是Sanny改变了他 让他慢慢懂得照顾体贴人 性格也变得温暖开朗起来 2017年当他向酋长爷发起挑战时 前一天晚上就让女友Sanny开车远走 暂时避开了 免得到时候惹得死神不欢喜 果然第二天死神表现得很温柔乖巧 保护于极强 一切都进展的格外顺利 Alex还离谱的冲摄像机笑 就差掏出剪刀手了 大家说说这不是爱情是什么 我敢打赌多年以后 当Alex寿终正寝 和死神手拉手走在黄泉路上时 一定会谈起这段纷乱纠葛 又无比美好的往事 死神也一定会亲密的对Alex说 你是我的勇士 因为他是最懂Alex的人 神 穆辛曾说过这样一句话 人生好在无意义 才容得下各自赋予意义 想想确实要是人生的意义 事先都被定好了 那Alex得多尴尬呀 因为他已经擅自给自己的人生赋予了意义 Alex也确实是像一个勇士一样生活的 他是一个素食主义者 环保主义者 也是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 前面提到另一位攀烟巨老 汤姆考的威尔 他也是Alex的童年偶像 曾经在自己的书中说过这样一句话 我认为Alex很可能会一直徒手毒盘 直到他死了 而Alex本人也确实表达过类似的态度 假如人生是一场游戏的话 很多人可能会选择简单或者普通模式 像我这样又窮又丑的 那是一出场系统就默认为困难模式 其他选项完全锁死了 而Alex则是毫不犹豫的选择了地狱模式 否则他在这个世上可能真就一生心如止水波澜不惊呢 多年以前我喝到过一碗很香的鸡汤 味道大概是这样的 It's not what we do once in a while that shapes our leaves It's what we do consistently 翻译过来就是 我们所过着的生活是由那些持之以恒的事情造就的 而不是一时兴起偶尔为之的新鲜刺激的事 Alex的强大之处就在于 他把我们普通人偶尔为之新鲜刺激的事 硬生生的做成了持之以恒的事 这也是他能够完成运动壮举的原因 所以这个视频的目的倒不是鼓励大家去寻求刺激 无保护攀岩走起 而是希望大家在了解Alex这样的人 了解攀岩运动的一些小知识之余 看到生活更多的可能性 当然你再站高一层看的话 我这个视频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糊糊饭吃 至于能不能顺带娱乐大家 给大家一点启示或者帮助 那就只能随缘啦 我是人民下期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